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白 好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位 曹操 UR曹操 那我们的UR曹操 终于在我最 终于被 被我拿到了 因为上次 直播送了32张 把它全部换为五球衔令 然后再加上宝玉去换 那就终于 让我拿到了天赋1200的曹操 虽然是零星 那我们就是 运用它 零星也是有一些威力的 好的 曹操他的战法 是撞星不移 撞星不移 那他是寄兵的兵客 效果系统 特殊是什么 自身在内的己方四部队 攻击防御智力上升50% 哇加攻又加智力又加防御的 三个都包了 然后四个部队 目标部队中如有与此武将相信良好的武将 折美人提升10%的效果 所以只要是跟曹操相信良好的武将呢 又可以再增加10% 所以是60%啦 那使木宝战内的敌方四部队变得对所有兵科不利 并赋予一次战法弱化 所以只要他发动这个战法呢 对方有四个部队 我们四个部队能力增加 那对方的四个部队对所有兵科都不利 对所有兵科都不利 然后还赋予一次战法弱化的效果 同时以自身部队的攻击与智力较高的那一个系统 发动300%的攻击 数值相同则以智力系统攻击 所以他是看你的智力或攻击 哪一个比较高 然后去发动那一个效果 发动那一个那个300%的攻击 那他是25秒 然后连锁出去是中啊 所以是中等的那个速度 就是这个还不错 所以所以你你假如说让曹操当主将的话 那他的那一个 那个其他的部队呢 就要带跟他相近相性良好的武将 然后这样才会增加到60% 好那他的技能有一个叫尖雄 将自身统统绿的5%加至 部队的攻击防御智力数值上 所以他是吃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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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的5%加加到攻击防御数值3个 太夸张了 都比刘备好多了也比孙权好 自身为主将使将相信良好的副将及辅佐兵科 视为一致来计算兵力 并且以自身部队的攻击 与智力较高的那个系统 发动通常攻击 数值相同则以智力系统攻击 相信良好的副将及辅佐兵科 视为一致来计算兵力 哇塞 夸张 只要是你性向良好的副将和辅佐 他的兵科 这个我就不懂 好奇怪 计算兵力 所以他是可以以其他辅助的兵科 可以增加他的兵力 虚实 出征时将依据自身 将根据自身的防御 一定几率回避通常攻击 每100防御可提升0.2%的回避几率 上限10% 哇还可以防 还可以 还可以那个 还可以回避 那统御就是参军服 所以他可以放 曹操可以放参军服 那太夸张了 那所以 所以我放了大概连辅佐跟副将都要跟他相近 都要跟曹操有相近的那个性向 对不对 好那我们这一次呢 不玩单部队的那个 不介绍单部队的那个攻击 然后我们来介绍 打沉的攻击 然后攻击部队 湖部队 那相信 相信等一下在影片里面看到啊 我现在介绍的是用孙坚 那在影片里面呢 也有孙坚 也有董卓 两个刚好交换 也有孙坚也有董卓 那 我另外两个部队呢 是用夏侯渊 跟夏侯敦两个部队 夏侯渊呢 那我是给他排那个 王毅 好不好 王毅 这个防御跟攻击提升 上升 然后战法 出对方的目标战法 出路下降10% 但是有提高攻击力哦 有提高攻击 我们以物理工为主了 所以 这个是王毅嘛 对不对 我们用他的那个 三部队防御跟攻击上升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下 下侯霸 好不好 下侯霸 三个部队攻击力上升50% 然后自身攻击力上升50% 所以自身可以到 其他可以加50 就是自身加100 然后又可以 威力上升 那个战法威力上升30% 我觉得这还蛮不错的一个 一个物理的那个辅助啦 物理的附件 那我是用这个去组啦 然后曹操的话 我是用 那个曹张 好不好曹张 他其中一个加50% 攻击会心跟队伍 其实都蛮有用的 那目标发 对目标发动300%的攻击 然后30% 让对方污入混乱 这个好像就没意义了 因为不是在打贼啦 三军吉利改 这个曹真 好吧曹真 然后我们放一个曹真 三军吉利改 就是几方三部队 攻击防御上升75% 所以我们主要是 他要看的攻击 要他的攻击 那其他的呢 以四部队来讲的话 夏侯渊跟夏侯敦 会提高到 多10%的那个效果啦 其他的就没了 因为夏侯敦跟夏侯渊是 是跟他相近嘛 对不对 然后夏侯敦的话 又有那个 队伍加成 对物加成 那夏侯渊呢 他也有一个队伍加成 就是 冰克相会对物体有利 对物体有利 所以我们是用这一个 五部队来打 那等一下看一下影片 然后其实 说快也不快 说慢也不慢 我这样 我这样应该也没办法到25秒 因为25秒的 25秒的那一个需求 就是你一次发动 25秒同时间发动 一定要破层嘛 那没办法啦 因为我至少会有3秒的普通攻击 所以大概在 25秒的话 你是连锁 连锁高的话 当然是25秒 那你连锁 假如普通的话 两连锁 一连锁 那应该就是28秒 大概是28秒左右 好不好 因为 曹操让我的 那个工程速度 进步了2秒 好吧 进步了2秒 大概在28秒左右 28 29秒左右 反正就是刚好快2秒钟了 这算是好事吗 曹操来让我快了2秒钟 也算不错了 好不好 好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工程的影片 打成的影片 好了 请看 都在影片里面 大家就 细 就看一下吧 算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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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有道理是 到底是多久了 然后我觉得 30秒是没问题啦 因为 挂动轴是30秒没问题 等一下看到了会有 会有挂动轴跟挂瞬间 然后挂瞬间的话 大概是28嘛 因为到最后25秒发动 还有还有3秒的普通攻击 反正就大家看一下吧 好参考一下 28秒 28秒 来请看哦 我军略 我军略 5秒钟 1枚目 傾向 3倍 1枚目 1枚目 2倍 3倍 5倍 又是逃走的 我心思考団結せよ 今こそ義を果たす時ぞ 逃げられぬと知るがよい 我心思考団結せよ 今こそ義を果たす時ぞ 逃げられぬと知るがよい 逃げられぬと知るがよい 全軍 戦に先進 わしに逆らお 我こそが貴様の相手だ 逃げられぬと知るがよい 逃げられぬと知るがよい 団結せよ 我が刃は 逃げられぬと知るは 逃げられぬと知る 我心思考、团結せよ! 今こそ技を果たす時、我刃は! 鬱陶しい刃虫目が叩き落とすぞ! もう少し遊びたい! 皆のも、戻ろうか! もう少し遊びたい! あと、もう少し遊びたい! それでは、次回と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私たちは感情無 othersが感じられる もう少しずつのっている 我只能說28秒2829啦 快1到2秒左右 沒辦法像其他的人在25秒發動 25秒的時候發動戰法的時候就一次破層 我還有3秒內會用普通攻擊打 打完才破層 所以差不多啦 28秒29秒左右 也不錯啦 進步2秒了啦 因為曹操啦 我覺得曹操真的是一個蠻廣泛使用的輔助啦 你零星把他當一個主將 然後輔助其他的4隊 我覺得這都還蠻有用的 因為1200的天賦 不管是零星還是一星 滿星當然是最最香 那當然一星也是蠻好的啦 那零星也是有他的用處在啦 我們就當輔助就好了 好不好 好了這以上是我對曹操 還有組合打成的部隊 那希望對大家有幫助啊 希望大家會喜歡啊 那因為曹操讓我進步了2秒 然後2829秒 進步了1到2秒左右啦 我覺得也是慶幸啦 感謝曹操啦 好了 所以其實李白 李白我更新秘道 我是李白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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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